心中說 從頭到尾看了一次 我沒試過 我不敢看 但我那時候拍一齣 真的正在讀書 真的很生氣 又不知道甚麼叫拍戲 為甚麼你要我這樣 又要我這樣 又要我這樣 那叫電影 媽媽說那個女生是啞的 她說是呀是呀 我說不說話 我覺得很委屈 第一部電影叫我完全不說話 白燕姐在國家片場 波叔在一個廠 白燕姐在另一個廠 波叔很喜歡吃家裡飯 所以多數我們玩飯給她吃 白燕姐那邊休息 就走過來跟波叔說笑 另外那個廠有些新人在試鏡 白燕姐就跟波叔說 媽媽說我玩飯 要不去哪裡找人 叫她出來 不然之間有一天放學回去 我媽媽說 你看看這個故事 她說是甚麼來的 劇本 我說做甚麼 她說沒有 黃代說跳來看 看看你有沒有興趣拍戲 我第一個就沒有 因為我覺得好像 自己都不是很接近 誰知道原來不是叫我看 原來是答應了拍 好看 練三天 每天二十個小時 我的腳趾都腫了 試過有幾次我錯了 就是說說話 忘記了自己是咬的 他們問一句 我一天回答 咳 哎呀死了 錯了 好笑的 好笑的 我很多烏龍